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Hello! 歡迎來到我們今集的 球迷經典50強 沒錯啦! 我們之前講過歐聯決賽 又講過英格蘭的鐵隊隊長 現在即將要講一下 亦都是很多香港人 亦都是李自愛 我們由歐洲飛去南美 就是巴西國家隊 非常之有風格 心巴足球 心巴足球就代表 街邊橫街小巷的人都懂得踢球 血液的有足球的DNA 即是我們 我記得我小時候第一次看世界盃 我第一屆看的時候是90年 然後那時候 不知道應該是 聽我老爸和長輩吃飯的時候 說今晚有巴西 那天我心想巴西 很厲害嗎? 很好看的 看腳法 你看到現在 近年雖然大家都說巴西已經 即金飛色比 對 踢法也好像越來越沒有 心巴味道 總會見到 他們和歐綠色 總之我 就算我不告訴你 把那隊的名字 你只看他們的上球 你看到真的都是巴西的 有分別的 對呀 拿腳球也要 拿得很華麗 柔軟一點 或者他們的動作比較順 動作那方面 沒錯 森巴足球 有他獨有的魅力 今天也介紹五個巴西森巴足球的經典球星 這五個也都 基本上是大家都耳熟能長 沒錯 大家一起懷面一下 就介紹一下 一起說一下 聊一下 懷面一下 但一定沒有尼瑪分的 告訴你 因為尼瑪尾是經典的 他還在踢 不是 他很經典 《場外新聞》那邊 下個那些圈 十幾個圈 很經典 又被人控告 真的沒辦法 該他被人控告 原來是這樣的 那件事原來的原因出來 對呀 這麼環保 雖然說被人控告那條罪 可能嚴重了些 但問題 該你搞到一身矮 你真是衰革 對呀 這麼環保 不是 講一下吧 其實巴西很多球員 都是很享樂主義的 但這一個 據我所知 就應該不是很享樂主義的 給你 扣我給你 大家一定要講 總共在巴西裏 如果只是國家隊 91場有個X17球球 但在足球生涯 據屎數統計 是有1283球球 但如果你說正式統計之下 是 就是727球 對呀 正式統計 即是有片 有文獻記載 因為始終那時候 又不是 徐長波羅一波 有上映也未必有 對呀 野屎記載 是1283球 野屎 這幾好 終於想到一個字 但球王比利 為何成為球王呢 因為有些 暫時仍然是他 保持紀錄 三奪這個世界盃 是同一個人 是同一個人 三奪世界盃 1958 1962 以及1970 嗯 三奪世界盃 也都是這些 世紀最佳足球員 等等 球王等等 無限的榮譽 要數就數到明天 但他最出名 當然是三奪世界盃 也可以說是三奪世界盃 裡面的時跡 1958年 其實也是17歲時的比利 當時已經獲得第一屆的世界盃 當時的隊友 有長短腳加連茶 小鳥加連茶 對呀 什麼弟弟華華 對呀 當時還是看Youtube的黑白片 對比利來說 那班是大腦級 但他已經是光芒乍燃 可以這麼說 因為呢 在決賽對著瑞典 就5比2 即是最多人看到的片段 沒錯 那個球真的很漂亮 是啊 簡直是 看一些報道 說瑞典的後衛 進入到第五球的時候 哇 厲害 連連他們都拍獎 精彩 我也很欣賞 那一年就是 巴西隊甚至是比利 成為球王的第一步 但是呢 接下來就去到1962年 一個62年比利 第二次參加世界盃 其實呢 第一場都已經受傷了 即是很備受期待 有了五百年的經驗之後 62年就更加 大家會覺得 喂 我們贏冠軍靠你了 靠你了 但是呢 第一場就傷了 一路就傷到尾 就沒得踢 但是也都 巴西都還可以 都拿到冠軍 都拿到冠軍 即是 他都有份出力 只不過是 重心不是放在他那裡 是的 但是接著呢 1966年 就是大家其中一幕經典 就是看到他被隊友 扶出場 是的 因為對著葡萄牙的賽事 大家都知道他好球 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去 殺傷戰術 即是第一次聽到殺傷戰術 就是這裡 是的 就是殺傷比利 結果呢 對著葡萄牙的分組賽 已經是傷了 抬出場 之後也是不能出 結果那一屆的賽事 巴西分組賽出局 是 真的沒有比利的影響 是很巨大的 但是到了1970年 1970年 就零射多經典 這屆世界盃 因為那時候好像說 沒有記錯不知道 可以翻查一下 那時候比利 賽前那時候好像已經說 已經是 跟國家隊有些約跡約離 應該不是長時間 但是70年那時候 大家聊了 就踢了今年 就是經典 然後就是 當時他的隊友 也很經典 經典的隊友 美惠煉盧 然後就是 渣仙奴 渣仙奴 有艾爾拔圖 隊長 還有拖士圖 謝遜等等 這些很著名的球員 都是一些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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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的進攻的陣容 當然加上比利 這一屆的世界盃 最後巴西是獲得冠軍 但是整個過程裏 巴西有很多東西 還有比利自己有很多東西 都是列入了一些經典的教材 或者一些經典的視頻 首選 首選一定是對英格蘭那場球 沒錯 那個分組賽 嘩 那個教材式 怎樣教材式呢 其實教材式 就是比利頂上去的那個球 都很教材式 對 但是破舊球還教材式 就是哥頓賓士 近距離去遠處 立即一聲 擠到地上 嘩 真是世紀薄舊 沒錯 但是其實比利已經頂得很漂亮 是啊 真是跳高 用盡腰力 用盡腰力 看著你的死角來頂 撞到地下 結果哥頓賓士超快的反應 把球當作出現微底 就是賽後比利 都認識英雄 總英雄 對哥頓賓士都拍手 是啊 哥頓賓士最近過身 比利也有稱讚過 是見過史上最好的一個龍門將 是啊 那個破舊也是被譯為世紀破舊 沒錯 最漂亮的破舊 但是在同一屆賽事裏 有另一個就是意識上的教材 對烏拉龜沒有做的時候 應該是複賽階段 那時候比利 八強套 八強套 對烏拉龜去接應 拖士圖的直線 一推 龍門出營 推過龍門 他一個假身 對 他是沒有碰過那個波 波都不碰 一個假身 養過你的龍門 龍門又被他拖了 那個波就向左邊 他飛去右邊 龍門被他拖了 哎 右邊大惡 原來在左邊 他特意以為 令龍門以為 你以為我推前 其實那個波都不碰 照走前 然後keeper出來 撲空 那個波漏了去旁邊 對 他又咬腰一射 誰知是柱邊出界 對 但也是一個很經典的 其實很漂亮 美中不足不入 智慧 智慧 經典的智慧 大家可以上youtube看 沒錯 巴西對胡乃龜 1970年 對 也是非常經典 球王比利 其實你看他們之前的視頻 其實都是一個 你要形容他的話 技術全面 速度高 雙槍張 足球智慧高 對 頭頂腳踢 頭頂都差點 頂人奔屎 很漂亮 一個天才型的足球員 前鋒的球員 他也是一個典型的巴西仔 窮頂人街出身 就是彭文輝出身 就是踢街球 反而踢街球 練得一身的好腳法 讓球淡看中 然後加入球隊 一直扶搖直上 他的球隊一直都是山道士 由頭到尾 最後那兩年 接受了北美聯賽邀請 去了這個紐約宇宙隊 是 紐約宇宙隊 當時好像跟迫根巴華 一起踢一些衛生球 是 但是整個足球生涯 都是差不多在山道士 那樣 那麼多 就是入球那麼多 就算野屎也好 正屎也好 但是都是一個 球王級的人物 技術 等著夢不置疑 三屆世界杯 前無古人 暫時也未有來者 巴西 甚至足球的代表人物 真的 真的 沒錯 但是他不踢球之後 也挺正的 不敢說是經典 但是他也挺正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得到的話 聽他說就可以了 給你 今晚利物浦二次 你休息二次 沒問題 躺躺身利物浦 沒問題 沒錯 因為比你最著名的烏鴉口 真的 他的烏鴉口 烏鴉口事跡 真的 由於 由於 葉繼歡 在猜判的 file 很正 無論是大賽 點哪一隊 點哪個球員 點哪一場球 全部都差 沒有一個 九四世界杯 先說 但是九四世界杯最正 他說 我看好哥倫比亞 拿世界杯 這次 害死人 害死人 真是死了人 當然不關他的事 但是哥倫比亞 分組賽出局 更加 下場也挺悲慘 但是 這個就是 比利的第一單烏鴉口 對 然後九八世界杯 又說 我看好 非洲力量好 來入利亞 應該可以入四強 怎麼踢到 嗯 九八世界杯 好像是 能入到十六強 十六強 不是給丹麥大炒 對 對 米高勞特納 對 對 然後九八世界杯 他曾經都說過 他說 其實呢 除了來入利亞之外 西班牙對球很成熟 對 對 那時候呢 我看好西班牙 怎麼知道西班牙 分組賽出局 對 訴給薩列特 真是麻煩你了 結果呢 將阿波浩出入網 大家 我們鄰近國家 都被他 陰點過 有有 2002年那時候 中國第一次打球世界杯 那讓你 我不知道他去拆鞋還是什麼 那時候可能出席活動 那時候 他就說 隨著中國的經濟 一… 即是 一繁寬之起飛 他的足球 都一定成為一股新勢力的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打到十六強 應該沒有難度 對 一球都能入到 三次全敗 現在還未能打到世界杯拳賽州 嘩 嘩 然後他在2002年那時候 又說法國阿根廷 應該是一隊拿冠軍 怎樣 他都分了隊局 麻煩他 真的分了隊出局 法國還要遺免身份 然後呢 他連自己隊也登過 是 2002年世界杯那時候 應該非洲球隊說巴西 拿到冠軍 沒有一隊 南非是否第一隊主辦公 分組賽出局 對 14年世界杯又說 就說到 嘩這個更絕 14年世界杯又說 決賽一定是巴西對胡奶龜 結果14年世界杯 是德國對著 這個 阿根廷 巴西更大 被人炒得大 但禁一禁 就算剛剛上年世界杯 他有沒有進步 什麼 有沒有進步 可能巴西國文來說 對 幫他報仇 他說德國冠軍 真的慘 然後今年他都說 看好利物浦拿聯賽冠軍 聯賽冠軍 對啊 真的聽錯了 除了球隊之外 經去陰典的接班人 都是糟糕的 有什麼 接班人是經去陰典 最簡單的 美國神童艾道 哈哈 這個超經典 這個 真的 十六歲 踢美職 但是二十歲 就消聲匿跡 這樣 十四歲踢美職 十四歲踢美職 現在 現在好像是踢美國次級聯賽 而且之前 早兩年 被人拍到他 在Las Vegas 那些夜場 那裡做看場 是啊 這個也很厲害 所以比利的 哇 也是很經典的 真是陰典過不少一 是啊 但是 現在七十八歲 今年 上年年尾 的新聞 都開始 曾經都說去過法國 想去探班 去BSG 身體不適 進去醫院 都沒事的 那 都 帶給我們很多歡樂 那 希望 球王比利身體健康 是啊 繼續帶歡樂給我們 一代傳奇 但是 我們都會很 追回他們前些YouTube片 都值得尊敬的 這個球王 對 很棒 那好吧 講完比利 比利就是一個黑人球員 講另一個比利 八比利 八比利 蝕高 八十 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頭 亦都是有一隊 就是 進攻力 非常之華麗的 巴西國家隊 首先 七零年世界杯之後 被利退出的國家隊 七十年世界杯 那時候 巴西開始陷入一個 應該叫做重組期 重建階段 就要靠著李慧連盧 去帶著一班新人 那當然 就不敵這個全能足球 崛起的全能足球 那時候 那時候 四強人就 止步了 那些世界杯 都算厲害的 其實是二位二的那個班底 也打到四強 那到七八年世界杯 冒起了另一個 就算是一個 那時候 那時候 算是一個 但冒起了一個新星 叫做蝕高 嗯 蝕高 進攻中場 技術厲害 但是他傳播的造藝 就好一點的 是 就是控制節奏那些 還有射術都幾好 一流的 射術一流 還有一些佛球 技術就比較全面一點 那麼 八比利津高 剛才也提過了 七八年世界杯 那其實他真正 參與八二和八六的世界杯 就是讓他成名的 就是說 七八年是開始成名 八二八六 那時候就是他一個 叫做重心人物 對啦 八二年的世界杯 其實八二年的世界杯 其實 八二年的世界杯 巴西都升光泣泣的 那時候的八二年世界杯 我可以說 雖然那時候我還沒出生 但如果你看看YouTube 看文獻那些 那時候可以說是 近 那麼多年以來 最強 最平均 實力最平均的一對巴西 最平均 但也是最沒有運的 一對巴西 哦 真的 因為巴西是3R 每一個年代 都有很多球星 這樣 這一隊都是 這一隊如果你說是球星 每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 就是後面你說有 譬如左閘 那時候 大家可能講的卡路士 那時候的左閘 就是祖利亞 可以輪球上去 中場那裡中場線 就是斯里蘇 就是之後 曾經 九十年代 為森多利亞 首次拿二甲冠軍的 斯里蘇 科高 前羅馬 剛才 伊達 左腳很厲害 然後 薛高 蘇古迪斯 對 醫生蘇古迪斯 等等等等的球員 哇 星光一一 而且 真的 每個人都可以 不會說沒有了誰不行 因為每個人都 都是這麼多實力 是啊 蘇古迪斯 都在世界杯82年 都射過金球 其實那個世界杯巴西 入了很多球都是金球 是啊 真的 總之有很多 研究一下 大家有機會留意一下 但是呢 80年的世界杯 叫巴比利斯高 第一次的主力 打世界杯 但是呢 很可惜 雖然 剛才說 每個人都在獨當一面 很有技術 但可惜無運 輸給當屆世界杯冠軍 意大利 其實那屆意大利 很慢熱 在分招賽 三場都和了球 就是叫做符符符符符符 這樣就出到線 是啊 但是 當他們 拿了冠軍之後 後勢稱中這種為 穩守突擊 十字聯防 也可以說 是掀起了另一個熱潮 就是一個 穩打穩摘的 實際足球的熱潮 就是 那時候巴西 就是 那個風格 其實一直以來被人 都是有前無後的 他們的風格就是 我後面輸兩顆給你 我前面又回你三顆 就可以了 已經贏了 就是他們有這個信心 他可以的 其實真的可以的 但問題 對意大利終於 原來那個防守 十字聯防 是這麼厲害的 鑿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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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的 還有巴西後防 真的能力很鬆散 不重視紀律 巴西人 94年之前的巴西 都是後衛不行的 對 有時沒有後衛 所以真的 這一屆 就二比三 飲恨 給當界的冠軍 找手套擊 就突出局 我聽到很多前輩說 他們的長輩說 那一屆真的很可惜 那一屆巴西贏不到的話 即是覺得是 也不要說 意大利最終憑著他們的戰術贏 都是實至名歸 但是 如果論過觀賞度 以及會覺得是 自己的感性方面 就是真的想巴西贏 對 球迷當然想看技術 好球 進攻 大意大利的踢法 就是冠軍踢法 但是 講不底 之後的世界盃 86年 都是薛高帶領 對 又是一場經典 也是一場經典 當時薛高就不是正選 因為他那一年 有雙的 最後有負雙上陣 那一場 即是說八強 對法國那一場世紀大戰 真的世紀大戰 這場 即是到現在 長輩級 都還在不停稱重這場 因為原來我問他為什麼 就是除了那場 大家的組織 好觀 上心悅目之外 那個球很少出界 人人都這麼說 很少停頓的比賽 即是 十幾年前 可能那些長輩都這麼說 那一場很少出界 很少出界 這四個字 對 還有很少越圍 即是很少會淘汰 即是純技術表現 純技術較量 對 當時巴西隊 都是薛高 後備 因為賽前有傷 所以就先收到後備 對 當時就好像 都有蘇褲迪斯 對 也都有 科高好像也有 科高 忘記了有沒有 就是有武器 當時 左閘白蘭高 對 白蘭高 坐腳王 對 又集祖師馬 然後中場有 就是在 拿玻璃校裡的阿林姆 也都有 前面 之後去了拿玻璃的殺手 加拉卡 就是 那時候巴西隊 可以說是集魯中青 法國那邊也有 黃金中場 香檳中場 對 帕天尼帶領 泰簡拿 對 居里斯 菲蘭迪斯 對 沒錯 四大中場 合演了一場精彩賽事 真的精彩賽事 其實這場巴西有機會 就憑著薛高 就可以奠定勝局 對 完場前 就是後備換進來 當時一比一打成平手 完場前 白蘭高一個入獅 駁到十二碼 你看到他們都已經是 對 對 十二碼還沒射 因為當時就要完場前 打完你沒有時候報 對 十二碼 射高射 不穩陣 好備進來 射高 好備好力 就算你沒有狀態 射個十二碼應該也沒問題了吧 結果 就被人破出 嘩 真的那個十二碼也挺頑皮的 應該說以射高的水準 對來水準之下 對 沒有什麼角度 沒有什麼力度 真的可能還沒熱身 真的還沒熱身 結果就法定時間一比一 結果打到加士 打和 最後十二碼 十二碼 沒辦法 蘇古里斯第一個射不進 他那個靈座跑 對 但是你不要說 他那時候是靈座跑 但是都可以慢慢射 那個靈座跑射 但是他那個球 是被人觸到路 其實都很漂亮的 那個角度 但是被人觸到路 真的沒辦法 對 結果十二碼就輸 4比3 對 最後 86年都是任恆出局 任恆八強出局 那之後呢 施高都可以淡出國家隊 對 那施高 其實整個國家隊的生涯 都是 伴隨著都很有才華的隊友 蘇古里斯其實都是 一個獨當一面的巴西的 其中一個很經典的球勢 是的 但是 兩次的世界盃都是武運 又或者是一些 何必偏偏選中我 就是為什麼對他們那麼厲害 就是既生如何生良 就是被人覺得原來 最強實力的那隊 未必是最後冠軍 真的沒辦法 是的 但是也繼續維持著 世界各地的球迷 都是對巴西那種技術 進攻的印象 應該這麼說 衰點說一句 尼瑪出現之前 巴西給人的形象是很正面的 真的很正面的 因為他們很少說 譬如說插水 甚至說是 很差勁的東西 因為技術方面 真的覺得 他們要自居的話 就是 技術方面我已經贏了 為什麼要用這些 通常罵他都是罵毒食的 巴西人 是的 但是你又猜不到 你又吹他不吹他 他毒食得來 他就交到貨 交到貨就不會罵 是的 譬如十球裡面 射到七球 另外三球射不到就是毒食 是的 但七球你賺到 哇瘋 但現在不是自從幾年前有一個 是 現役十號出獎之後 是 真的 所以其實 反過來 你講開他 講開他 之前 去年世界杯 有些 我看報紙 有些記者去到當地 俄羅斯那邊 訪問他 有些巴西給人 都不是很喜歡他 是 現在更是 現在更是 有些負面新聞 有些負面新聞 怎麼樣 洩高 代表國家隊 七十一場 踢入了四十八個入球 是 其中一個 One of the greatest 的 Fubola 對 可以說真的是 電堂級的 沒錯 但去到 亦都說了生涯尾段 是的 應該說他的球會當中 大多數 將青春 可以放進 這個 沒有會入法輪名高 是的 去到生涯尾段 就去了 六到六個 幫忙開拓 當時的 剛剛發展人 J-Lead 其中一個經典球星 偶爾好像 我沒有記錯 他也有參加過 射九宮格 那些 人本的節目 其實還來過香港 雪高 他有那時曾經 今年 二十幾年前 那時 他和一班 法輪名高元老隊 就來過香港 對法逆通 是的 是的 那些 那時候 你不要看他 是沒有速度 那時候 我小時候 笑不根視 還覺得 對元老隊有什麼好看 然後電視直播 以為不是 真的挺好 播放 站在那裡 還是已經離開 都不夠會來 那些酒位 那些比方 獨到 森巴足球 獨有的味道 是啊 是啊 那真是 雪高帶領的 巴西 也是一代經典 經典 他也是一個經典球星 之後也做教練 也是 都帶過 其實他最初執教師 也留在亞洲居多 他帶的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2006年 帶日本得世界盃 是的 但是比較失望 就分了他出局 也是 那怎麼辦 那麼 雪高之後 開始進入90年代 90年代 近一點 有一個就是 經典球星 90年代 也有很多球星 但是如果 真是一個 要我們選一個 去代表的話 我都覺得這個 經典得來 好球得來 隔有衰衰的 奇怪 至我 怪一點 其實巴西 很多人都 不像巴西 應該說 我們就算之前做的 即是說歐聯決賽 說巴賽 那些 都很多性格巨星 這個其中一個 這個其中一個性格巨星 是誰呢 毒狼羅馬利奧 是的 羅馬利奧 眾所周知 九世世界盃冠軍 夢幻組合之一 加上百必圖 那為什麼不是百必圖 而是羅馬利奧 因為這個羅馬利奧 當時其實 他除了是這個夢幻組合之一之外 他入球率也很誇張 代表巴西國家隊70場 入了55球 是55球 是55球 70場入55球 即是只有15場沒有球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是的 挺誇張的 雖然70-55 就不代表有些可能一場比賽 但平均 沒錯 這些數字 你放到今天 都是斯朗美斯的數字 是的 真的 是的 當時除了國家隊 夢幻組合 球會 也是在打 夢一隊 告魯夫 巴塞 94年那時候 還不是巴塞 94年 94年已經是巴塞 但是之前 他先在PSV 首先去歐洲 羅馬利奧 其實 88年的時候 有份 他和 現在百必圖有沒有份 泰伐路一定有份 泰伐路鄧家 就是88年的漢城奧運 那時候還叫漢城 即是現在首爾 就是 奧運的時候 打領巴塞 入到決賽 但是輸了給蘇聯 就拿銀牌 噢 當時蘇聯是不是 就是傳統的高原訓練 那些 練體能 那些朋友 蘇聯就是體能 那些硬性 去逼死 但是 奧運 打到 拿到銀牌 是的 當年 朗拿道打奧運 是不是也是銀牌 銅牌 敵達 敵達 阿羅拿道 因為是小比尼亞利亞 四強小比尼亞利亞 簡老 真的 不過說回 羅馬尼奧 都是 連笑都算成名 是的 90年小時候 其實他也有份 不過 他是受傷 好像沒有說出了半場 已經沒有了 沒有份 因傷就缺陣 是 一直都有代表一隊 直至 去到 92年 是 那時候 就開始跟 國打隊 教練 彭尼亞 不和了 為什麼不和呢 有一次 我剛看分之旅 就說 有一次不知對一場友誼賽 就忘記對哪一隊 照了入隊 那時候 羅馬尼奧已經在PSV 去了PSV 好了 但是 那場球 彭尼亞沒有出他 敲耳鼻 他當然發爛 他的性格 為何不發爛 你叫我荷蘭飛回來巴西 對 就是這樣 你叫他來坐冷板燈 他說 麻煩你下次 真的有我出場 你才叫我來 猜到 對 然後彭尼亞當然是興奮 作為教練 以後都沒有 就說 不選你 選你不選你 那我就說 那我就留在荷蘭那邊踢球 但是差點出事 好壞不壞 巴西一向在世界杯外圍賽 純粹要踢 對他們說 很向稀微 1993年以前 外圍賽還沒輸過一場 誰知 就是那一屆 索客玻璃圍 高原氣候 你知道那一屆 半場休息的時候 巴西那班要進去 馬上 第一時間 要吸氧氣筒 對 然後旁邊的魔鬼 艾茲華 都來笑 有病酒 哭哭 出事 出事 然後那一屆 巴西好像是 跟 烏拉圭 跟 威樂水 用來數 那時候 四隊一組 之後 他對玻璃圍 輸了那一場 但不知道 好像對烏拉圭 又有和 然後 玻璃圍一組 就說 我決定了 拜拜 只剩下一個出線席位 巴西就要贏了 最後一場 對烏拉圭主場 一定要贏才能出線 如果不就烏拉圭出線 結果 結果 結果那時候就怎樣 彭尼拉 拿回電話 羅先生 這次是真的 你買機票 大局為送 你一定要出 全正算 這次麻煩 趕快訂機票 行不行 那羅馬你有沒有所謂 你說到這樣 就出來 當然是你 當時復出 當時復出 之後 回到來 其實你想想 一個球員 這麼久沒有踢過 那一隊已經沒有配合過 真的 但你落到場 你完全不覺得他們沒有配合過 可以自動球 就憑著他 梅開二道 嘩 搞定了2比0 席 國家英雄 沒錯 94世界杯出線 如果不是 就沒有夢幻組合出現 沒錯 美國世界杯 大家都很清楚 在94世界杯 整個比賽裡面 羅馬里奧 六場 入了五球 唯一一場 沒有入球 他都助攻了 八必圖 對 其實也不是 也有一場每入球 決賽那場 0比0 對 對不起 他有一場 梅開二道 對 但決賽那場 是0比0 那場球 當然 巴趙奧十二碼 成為經典的一個 音樂 但也是成走 羅馬里奧 夢幻組合 就是巴西拿94世界杯 即是你雖然說是夢幻組合 但原來是世界杯之前 羅馬里奧 其實也不是很喜歡八必圖 是嗎 也不喜歡 覺得八必圖的性格很耐養 對 對 對 他經常覺得 你推出很厲害嗎 性格很厲害 這麼麻煩 他真的很麻煩 他很麻煩 很麻煩 對 一陣子又嫌這個 那樣 所以他的麻煩性格 令到他之後的世界杯 他的仕途 不可以 你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九八世界杯 九八世界杯 那時候本來 大家記得 如果記得的話 那時候 之前那年 有一個叫法國杯 就是卡同時 那個香 那個 至尾拉西香蕉營 那個佛球成名 那時候 可以說是一個 世界杯的預演 給他們 整個陣容 那時候羅馬里奧 大衫 打算是一個 新夢幻組合 兩個都合得不錯 但是 去到那時候 本來缺損也有他份 但是臨尾 咦 為什麼十一號 變成是艾瑪神 就是自由踢羅馬的防衝 為什麼不說 不是羅馬 羅馬里奧開結職會 就含淚就說 受傷要退隊 但是有小道消息 也不是小道消息 其實已經是公開秘密 其實他的傷 就不是什麼傷 就很快就康復了 羅美露這招 原來二十年前的人用 對 原來就說他 他的死人性格 就像是涉高的時候 就做這個球隊的總監 這個涉高 就很不喜歡他 性格巨星 對 才是搓死你 就是得罪高層 那就 拜拜 被受傷 就是含淚 你看一看他被受傷 他真的受傷 只是輕傷就變重傷 是啊 九四世界盃之後 就是他這個性格 都導致他的仕途 真的不太詳順 對 包括就是 無論是巴塞羅那 和顧魯夫鬧 還有現在呢 就是和涉高鬧 九八世界盃 但其實靈異世界盃 他的外圍賽 都很重要 他的外圍賽 入球最多的巴西球員 這個靈異世界盃 已經是他 你看他那時候已經36歲 就是30 不是 就是外圍賽 那時候還沒有 但是巴西那一年 又是開局開得很差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大哨的長頭 經常性 小哨還沒有上來 即是 是已經開始代表外圍賽 但還沒有擔到大琪住 你說到有的 但是獨力難知 那你前面又少了一個 數污人物 還有些什麼人 有些人捉了蟲 那些去了不敵斯那個什麼神 奧利華拉 類似 類似 還有一個好鬼好柳 跟著 丹尼神 對丹尼神 誰知道這些都是不選 那你就屎高拉利來到 其實已經換了很多人 架面 屎高拉利之後 之後 都要用到他 要在外圍賽那裡 踢 但是跟著 又是那些性格 又激怒了大飛哥 哈哈 又沒有選他 哈哈 是 愛衛賽神 但是入到正賽 羅馬利奧 不好意思 幸好製造了3L出來 又拿到換關 是的 另外一個經典組合 但是總括羅馬利奧 參與的大賽不多 但是 拿到一屆世界盃 他那屆就是超級主力 即是他入的球多 沒錯 含金量也不少 是的 他的絕招 現在人們就叫你不要學 不過這個很絕招 就是剛剛學踢球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千萬不要學 沒錯 但是 但是你上到場 就很威士好用 是的 就是捉球仔 因為捉球 你要捉得正 那個球才可以去 是的 而且捉得準是很難的 是的 羅馬利奧 這個真的是 他真的是絕招 來的 他真的是 他真的前面扭了幾關 對著路門 一出形 發腳 對 對 對 就是 你出來吧 搞定 你看到羅馬有踢球很搞笑 人仔細細 就是過球呢 就變成挺起空堂 然後一過來 就好像 按手簽的 叫著你 就 就說 他就告訴你 入中的 真的 有一點點 心高氣傲 是的 所以 他也是一個 挺獨特的前鋒 加上這個性格 所以 退役之後 你猜不到他做什麼 就是從政 他是從政做議員 就是你的花槽 放在這裏 不對 你放在這裏 搬去那裏 交通燈條爭取到 多三秒 多三秒 就是了 所以做這些事情 其實他好像挺適合他 還有羅馬利奧 那個時候 有他的名言 踢球之前要什麼 不是要投足精神 是要搏東西 大戰三百回合 他說 你沒有女人比我 第二天我不會踢球 真的 是啊 這是一個經典事跡 真的非常獨特的球員 很有性格 羅馬利奧 你可以說他的性格 影響到他的仕途 真的影響到他的仕途 但是 真的是一個經典球星 羅馬利奧 絕對能夠成為 好了 講了三個 那就講一下 本來是羅馬利奧的拍檔 來的了 這個 這一個 真的不說不行 這個好多的 外星人 哨牙仔 之後有個大哨 大哨 誰啊 朗拿道 沒錯 朗拿道 94世界盃 其實已經有踢巴西國家隊 但是沒有出場之下 就拿了牌 那時只有17歲 是啊 其實原來 朗拿道在94世界盃之後 就已經去了PSB彥奧分 PSB彥奧分 打了兩季 都是入球如馬 是的 去到96年 當時的巴塞羅拿 就換了波比奧神 波比奧神 很欣賞他 因為那時在PSB合作過 哎 哦 合作過的 那時波比奧sir 就是教之前 在PSB合作 哦 那拉過他過來 PSB和波圖都教過 那拉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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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7年 打過一季巴塞 就已經令到大家刮目相看 外星人 哇 多誇張 朗拿道 也不需要多介紹 盆扭 速度高 射球好 架腳 這樣 雙槍 左過右問你那邊 是啊 即是大家覺得斯朗的插花厲害嗎 是啊 這個朗拿道的插花 斯朗的插花 就比較硬一點點 但是他變速 他用那一刻過的 但是 腦下道那隻呢 嘩 是很柔韌 很自然 暴力輕盈 魚鯉薄冰 即是他那些架腳 去左去右 都好像是很順滑的 同一個動作 你是沒有可能抓到 即是大家 03年的時候 他就跟黃馬來過香港 即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入場看 03 03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入場看 有些入場看過 黃馬 有人看過你見到他 那些都是不斷插花 其實那時的朗拿道 那時已經是 即是散硬了很多 因為體重就強了 是 而且是傷得多 沒有錯 你看回那個時候 剛剛出道的 嘩 真是 真是外星人 經典真是外星人 大家一定要看的 就是朗拿道 巴塞 金布斯迪拉 金布斯迪拉 那個由中場推動進去 真是 嘩 現在看YouTube 真是經典 因為整個鏡頭 只能看到他一個巴塞球員 沒錯 然後 其他那些球員 真是不知是否很信任他 我不上了 你挑吧 我可能是 也不知道 連過 你真的 連過 由中圈線開始 由中圈線開始 扭過兩三個 進去禁區 有些扭完再扭多鑊 那些 真是前後 你過了六次人左右 沒有人拿到他的球 沒有人碰到那個球 左右腳 交叉並用假腳 運用純屬 變速 扭平 後腳 最後的賣門 哇 真是精彩 真是精彩 莫拉提非常欣賞 對 非常欣賞 他去到國米 其實對他來說也有益處 因為 去到一個當時的防守這麼嚴密的衣甲賽場 真的 你讓他看到 大家可能覺得 你在何甲西甲的防守這麼嚴密 當然是看得好 真正去到衣甲 這樣才會見真章 第一季去到國米 可能是開頭的幾場 可能還要適應 但是之後 又來了 幫國米拿了歐洲足協杯冠軍 還是杯錯冠軍 應該是足協杯冠軍 應該是足協杯冠軍 然後 你見到 在那裡 他的入球率是沒有減到的 你見到 這個真是比掌聲 沒錯 莫拉提 給這麼多錢買回來 就是要這些 當時當他是契仔 對 不過莫拉提 當很多都契仔 這個真的很老闆 對 更加直接令到大家覺得 九八世界一杯 還不是巴西 還要巴西的陣容 那時候巴西已經是 你說 上年 迪提一早 報定 11人 聖利11人 那時候已經是 就是這樣 對 太法路 勞門 卡庫 拜安奴 艾迪亞 卡路士 中場 然後 前面一定是 努力道 那時候說 努力道 變成白必圖 那時候 一出來 小杯 第一場 我記得蘇格蘭 他真的 面對那些體力化 好像有少許吃力 但其實都過了 只不過腳風不太順 但是第二場開始 接著上力 一直到四強贏 荷蘭 那一球入閃 真的射手觸覺 但是去到決賽 去到決賽之前 都想著 去到決賽前 沒有新聞出來的時候 巴西 發覺哪是巴西對手 對 對 朗拿到 接著 開球前半個小時 大家看出場陣容 什麼? 艾蒙島? 什麼? 什麼? 朗拿到 不是我嗎? 是不是打錯字 這個是後備陣容 野獸艾蒙島 打錯字 結果 誰知道 朗拿到最後 雖然都出回來 但是 是一個 實進了的朗拿 只是一個 真是一個 木頭人 這個 真是 一百年 一百年 都是解不到的 一個密 到現在還未說 有很多消息 當時又說 賽前抽筋 贊助商 贊助商 被壓力 又說他本身已經在傷 等等 甚至乎 說到他 不知道 打打波 那類型 真是 但是 這場是失望的 因為大家都看探法國 兼且法國時 前鋒又不太適合 對比在旁邊 有朗拿到 誰知道原來打起了斯丹 真的 對 兩個頭裁 那朗拿到這場 變了配角 在這個球王爭奪戰之中 對 真的 變成一個 到現在 都解不到的謎 這個也是一個 污點來的 對朗拿到來說 絕對是污點 是 但也有傳 那時候 剛剛 跟大家說 briefing的時候 在金魚仔裏面 說出艱蒙道 好像很多 那時候的正選球員 都很反對 看來也不是相處得不錯 艱蒙道又是另一個 所以他跟羅馬力好朋友 他的性格 但是艱蒙道不是巨星 性格球員 對 但是艱蒙道之後 雖然說跟羅馬力好朋友 但之後又有反面 哈哈 那些很有性格的 沒錯 就是我們網台界的政治 對 朋友一輪都有反面 經常見不少 經常見不少 就是很自我 但是一個失望的 98世界盃 之後朗拿到 也迎來一個失望的球櫃 是的 因為他之後 回到國米的時候 受傷 長頭 然後曾經有一屆 我忘記哪一年 然後就復出 商園 一場意大利盃 對拉塞賽事 後備進來 打算扔鬆個人 踏幾夜花 哎呀突然間 又 下了地 然後看看 踏了下地 然後聽到大喊 好像很辛苦 又膝蓋過 然後那次更長 是 真的 就是羅拿道 國際米蘭的 這個足球生涯 都絕對 後期 中後期 絕對算不上成功 是的 真的沒有辦法 那接著就02年世界盃 其實他的外圍賽 踢得不多 因為傷得多 是 但是照樣之後 就入選 照樣入選 因為羅拿道 說可以出的話 你把那些 扒飯認 士高麗 你就是要欠個射手 是 好了 那羅拿道出來了 真的 有時候 你不相信扯 整季傷了 反過來 又被他休息了 整季一樣 有一個更好 即是操好你的狀態之後 有一個更好的羅拿道出來 沒錯 我以為你說 不相信扯是這個 剪法轉運 算了 其實那頭真的很噁心 不過 不過 他老禮 真的老禮 沙媽爐的組合 就在02年世界盃 是的 沒錯 當時真的 很多經典賽事 包括 李華道 中土牛面 中土牛面 但是也有些正面的細哨 細哨的粒蛇 粒死斯文 大哨的羅拿道 入球魚馬 對 展現回去 以前在巴塞那種 過關斬上的技術 亦都被人覺得 雖然感覺上好像肥了些 但其實某程度上 大隻了 即是耐撞了 沒有以前那樣 那樣 那樣 沒錯 這一屆 就 叫做 軟梦 拿回 今次 即是三比零 大炒德國 拿回 這個世界盃 真的叫他自己有份出力去拿的世界盃 因為1994年他沒有出過場 沒錯 之後就轉頭黃馬 這個就激怒了很多的國異球迷 也是 馬拉塔很失望 當然又覺得 大哥你養傷那麼久 我當你乾兒子 我當你兒子 你一好回來就起我飛腳 真的 當時黃馬組銀行艦隊 一連一升 沒錯 沒錯 金年一顆星到你了 朗拿到 就在國米收購了 朗拿到 其實去到黃馬 他的踢法都很大改變 真的極少 沒有那麼多插花 入到禁區 可能都是打兩下 做一個機會主義者的角色 入球機器 沒錯 但還是很出色 如果是你拿入球那方面 但如果你有看過他比賽 感覺上 跟巔峰時期是差一點 真的已經 開始下跌了 這個六條煙的銀河艦隊 都是非常經典的 嗯 那麼 朗拿到 即是去到黃加馬 德里 一甲冠軍都拿過 拿過 一去到時候拿過一季 0203 是的 那年我記得好像是 反Head 那個什麼 那時候異軍體的 黃加蘇斯達 啊 是 沒錯 但之後就巴塞王朝 沒錯 夢義隊 朗拿到 黃加馬德里 真是榮譽那些不多 但是就轉型成為機會主義者 但是當時黃馬 就打那種足球 五攻五守 想做那件事 是的 四個後防球員 加一個馬基尼尼 就你們防守 然後前面的自己去 對 那些你們進攻 想做那件事 但是 很明顯 但是他忘記了 他自己的四個後防球員 有兩隻雙都是 爬上來 對 剩下那個叫做 赫雲 赫雲 西亞路 馬基尼尼 所以當時 為什麼最紅的 就是卡斯拿斯 形容第七條煙 因為表現機會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練班 幫些事者 要練成的 對 那就是 對 那就是 在黃馬之後 2006年就離開了 之後就去了 AC 2007年的球季 一月 去了AC米蘭 當時AC米蘭 就開始 真是明顯 就是走下坡 可能沒有那麼好的供應 或者 他都不復當年 嗯 之後 踢到2008年 就離開了AC 就回到巴西 就去了 光年泰斯 對 那肚腩子開始越來越大了 那時候已經肥腫難分了 但是後來就發覺 朗拿道原來是食藥 因為有病 就是那些甲狀腺那類型 那些食藥的副作用 令他那麼肥 沒錯 怎麼也好 回顧回整個朗拿道的生涯 即是 在巴塞的時候 和在這個 零年年世界盃 算是高峰 還有 貢獻了很多金球給大家 會美無窮 大家不妨上youtube 搜尋一下 只不過他 他的生涯真的傷得太多 還有私生活那方面 就是一貫人是巴西人的 他的私生活 很可愛 很棒 哇 很多芝多菜 現在聽說他因為 已經有四個人幫他生個弟弟 所以就 不是 是官方的 官方 官方 這樣就合理了 所以現在要結紮 官方四個人 有些可能未見得 或未蒲出來 即是現在他結紮了 太多了 我不需要了 但也試過 聽說有傳他召妓 叫中人妖 哈哈 還有什麼都玩過 他是享樂主義者 那時候好像還沒真正玩 還沒真正玩 剛剛遇到警察查牌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麼多這些 警察查牌 都會遇到 不過 鑼難道是這樣的 享樂主義還是享樂主義 他的私生活 當時的暴攻率都很高 但是他的球是真的看得好 是 他真的好球 所以我們之後說這一位 也是斯登門一塔糊頭 但是他真的很好球 真的很好球 也是沙華 是 西沙 對了 朗拿丁奴 朗拿丁奴 沒錯 朗拿丁奴 剛才承接著 就是寧劍年的世界盃 冠軍就是3L的組合 李華道 大哨 還有一個就是小哨 朗拿丁奴 我想問你 你剛開始聽過朗拿丁奴 這個名字是什麼時候 記得嗎 朗拿丁奴的名字 應該是 他 在PSG的時候 就萬聯想買他的 買不到 但當時應該是世界盃之前 大概是那一年 我剛聽朗拿丁奴 反而是1999年 美洲盃 那時候 他 不知道 應該不是第一次 代表那隊 還是頭幾次 有一個很精彩的 又是 那時候 看到一個年輕人 有橙青頭 那個牌牙還比大哨 看到他 咦 又收收收收收 這樣 就像21號波3 總之在右邊 又是挑過 然後再 挑過後衛 然後再射入 那些 這個名字很厲害 叫做朗拿 什麼 那些 之後原來 成名 原來真的是他 那 是 那朗拿丁奴 大家 我想 在電視機面前熟悉他的 就可能 剛才提過 是美洲國家盃 或者是 PSG轉為萬聯的全民 但是 最主要都是 02年的世界盃 那 那 他說也有信心力 是的 他說也有信心力 是的 但是 朗拿丁奴 什麼時候開始 接斯丹鵬成為球王呢 絕對 就是去到巴塞 就是夢幻二隊的時候 當時就是 列卡特 列卡特 達領的巴塞羅 都是承接著 那種4-3-3 進攻的風格 那當時的 進攻主力組合 中鋒就是 黃馬國力的伊道奧 黃馬收購伊道奧 右邊就是古里 左邊就是 這個 新球王 當時接看斯丹做球王的 西沙朗 娜丁奴 他的 過球 賞心悅夢 快樂足球 沒有壓力 這個字 你永遠看見他踢球 也笑笑口 那把牙齒 依依起牙齒 享受足球 真的很好 他玩的tricks 多 玩的花式 No-look pass 但是 有效果 最出名的No-look pass 那些 對 你永遠以為他踢好球 很隨意 那個球已經不在腳下 對 很多很新的招 牛尾巴 牛尾巴 然後看完 原來做到的 然後到球場 很多人就在那裡練 他這隻 大家就說 尼瑪 玩的彩虹 別人這隻真的有效果 做到 還有一些娛樂性 但是尼瑪 那些不是 那些是挑釁的 角球旗 你沒有位去 以及已經贏球 中間沒有人 你還要去贏 那這不是挑釁 是甚麼 真的現在 尼瑪 變成反面教材 那是這樣的 他自己拿來衰 這些是經典 不同級數 跟這個英俊比 細哨 真的很多絕招 真的離譜 個人那些 但是有一段片 youtube曾經幫like拍的 連續省幾球省中美 那個是假的 比賽中途那些 牛尾巴轉身 那些是真的 那些是真的 很誇張 最誇張的是哪一場 一定有說 國家打比 05-06年球季 首巡環 11月的首巡環 05年11月 3比0 大破這個王馬 當時王馬 就是盧森背高做教練 陣中有六條煙 即是斯丹 路爾 卡路士 大嵩 碧咸 還有誰 就是 廢高 對 六條煙都在 還有卡斯拉斯手籠 當時只有卡斯拉斯 都被你帶 技術性擊倒 3比0 將王馬的後衛 變成雪糕堂 真是雪糕堂 逢人個人 見人個人 還不只做一次 做兩次 第三球是更加誇張的 即是第二球還是第三球 第三球更加誇張 直球入完之後 見到王馬的球迷 班牙背球場 王馬的球迷 起身鼓掌 到制秀下半場 臨完場前 被換走的時候 你沒有見過一個球員 作客的話 是整場起身拍手 記住一輩子 是沒有踢過王馬的 不是明叔 又沒有踢過馬體會 沒有的 沒有踢過人家的同事死敵 就是死敵一隊 就是巴塞 是啊 好球到人家都 也說明了 王馬的球迷 原來都懂英雄 還英雄 王馬的球迷 是的 對的 離譜太誇張 這件事 真的不多發生 但發生在世襲身上 大家開始覺得 這個人真是神級的 神級的人物 這絕對是巴塞有一個高峰 在2006年世界杯 這個世界杯 風格就是被演出的失望 但當時這個陣容很吸引 那時 一些鬼畜 羅賓羅 羅賓羅後輩 格特 雷 卡傍 勞斯奧 是 因人 chloride 然後有羅馬的祖安 卡路士 然後有卡卡 基伯徒斯華 這個又很重要 本軍成員 然後還有艾瑪神 然後左邊是阿斯洛伯徒 然後前面有世哨 然後還有世大哨 還有國王 亞祖安娜 嘩 這麼好追 這些真的追得好 真是棒棒的聲音 怎麼看得到整個屁股 是很難估計的 那一季的 那一次06年世界盃的世哨 我的印象中都不深刻 我只可以挖幾個字可以說 應該德國太好玩了 因為德國太好玩了 有多東西吃有多東西玩 整隊球除了卡卡之外 整隊球在水準之下 真的沒辦法 你想想 卡路士大哨 亞祖安娜西哨 有誰不玩 只有卡卡不玩 卡卡當時被譽為 巴西最後一個處男 還沒結婚 好像讀書很厲害 有不同的 一個出身中產 那一班就是佳童出身 不是說有什麼歧視 而是他們真的受過教育 還有 嘉嘉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 也是 對 那一屆的巴西 就在世界盃 失望地 很失望 八強出局 沒多想說八強 八強 還有對於法國 好像說什麼 寧宗籠射門 對 巴西寧宗籠 相當失望 但是之後 世哨 亦都在教後 之後 就轉會了 去AC米蘭 對 穿著一件 90號波三 為什麼轉會呢 因為那時候 巴塞尾斯霧起了 那時候我記得 是否還是 Dekarling 哥迪奧拿 我忘記了錢 開始哥迪奧拿 就說明了 用美斯做重心了 世哨自己也知道 大限以國 不如就轉會了 穿著80號波三 就是了 去了AC米蘭 當時去AC米蘭 其實他都 他也沒有 朗拿到得那麼緊要 他去到AC米蘭 都還有一些腳法體 當時的AC米蘭 都還有 殷殺機 加度數 派路 鹹爺 那些都還在 那些都 即前面那個陣容 都OK 所以他當時的表現 都還是一個 他還OK 當然是難與巴塞 那時候相比 但是 之後也沒有幫AC 拿過什麼 很厲害的獎項 之後就回到巴西 之後 回到巴西之後 身影就開始 越來越有肚腩 以為是麥花神的阿伯 那樣踢球 但是他也是 以起彼下笑 這樣聽 即是 都是法律足球 繼續去的 之後去過那些 周圍走 有墨西哥也去過 對 好像 上年還是幾年 開始 應該是16年 應該是16年 他還沒正式宣布 掛虛 即是沒有球會 然後好像 近一兩年之後 就掛虛了 對 要總結世策 亦都是 一個球王級的人物 即是當時 斯丹之後 真是一場的3比0 就告訴大家 現在 新一代球王 就是我了 亦都是 看他的球 都賞心悅目 亦都實際 和華麗堅而有之 不過我這樣說 2006年世界盃之後 我真的 未見過世策 踢過一場好球 即是這個真是 即是他 都不算是 以他水準來說 不算 不算好 即是如果你說 要找回高水準 即是2006年世界盃 開始已經沒有一場 是 真是 他國家隊之後 都開始淡出 更加上任 這個鐵碗政策 更加不適合 大哥 你世策 他更加會輸入 你大壞班友 所以那時候 南非世界盃 世策 曾經說 廣東名說 很想踢 做後備都不介意 就是 那時候 你現在看 其實有世策 在這裏 就放在後備 隨時做一遍 其實是適合的 即是有Fan B 巴西 10年世界盃 沒有記錯 卡卡 就踢得很差 是的 但那時候 其實他 由AC轉到黃馬 已經傷了 他已經用傷了 是 可能是AC的時候 用傷了 是的 去到黃馬 但可能根本還沒有醫好 其實是需要一些 可能是細策做後備 還有 鄧家那時候 都偏向挺體力化的 是 歐綠色 他完全不巴西 他不巴西 所以 被人罵到飛起 被巴西 被荷蘭 是不是荷蘭 荷蘭就是領先一球 之後被荷蘭反球 是的 那時候是細策 當然 鄧家當然是不肯 大佬 10年 南非都很好玩 還有 那群羅賓奴 那群還不是 羅賓奴 那時候被人罵過 他 不知道是踢世界盃 還是美洲盃 之後 這場踢完球 會慶功 夜場 然後整群人說 喂 今晚你們有沒有穿下 然後整群袋拿過來 你已經是隨便拿 真的 真的 沒有辦法 這群人一有錢 就心癢 也要這樣說 有些巴西球員 可能你說成長背景 是的 有些又好像 譬如阿祖安奴 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他爸爸過世 那些 接著 爸爸過世之後 就有一些抑鬱症 很難控制自己 即滿足不到他自己 因為很空虛 覺得 究竟是要物質去滿足 還是怎樣 沒錯 所以其實 每件事都有正反兩面 就是剛才我們今天 介紹這五個 經典巴西球星 其他成長背景 都是一些街童 或者是一些比較貧窮家庭出身 即是折高 也是 但問題就是 各人的際遇不一樣 沒錯 沒錯 不經不覺 我已經整個小時 介紹了五個 深巴經典球星 接下來的希望 尼瑪 算了 未來的巴西 你覺得有誰有潛質 看到一些球 我覺得其實 巴西人 我覺得也不需要 一定要一個球王 好像阿均廷一樣 一定要有一個球王級 即是 要先打破這個傳統 即是 現在這個足球世界 很難真的會有一個球王出現 其實大家很幸福 現在同時間有斯樂和美斯出現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不是一個玩完 而是兩個好像去鬥 即使現在身處不同空間 都是大家互測數據 又怎樣 或者鬥贏球去鬥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 你說如果現金足球 你來說 是越來越難出產 這類型的球王 那就是 因為講求要求越來越高 又要全能 又要對球的實力平均 讓你領導 現在的敵題 都不是講求個人質素 都比較著重陣容的穩定度 他好著重這件事 最好不要換人 就是這11個 接下來的巴西可能都會趨向一個比較整體的風格 但我也覺得巴西雖然說就算整體 他那套球球 你看起來真的跟其他 德國、荷蘭、英格蘭 真的分別出來 真的不同 有種味道出來 沒錯 就算現在 今時今日的巴西隊 也是 費棉盧拿腳球 你都覺得是巴西人 是啊 你是英超那幾個巴西人 就算我們經常說 嘩 那些球底 其實已經跟這班比的話 真是撿球 都不知道有沒有資格 李察李神 是啊 其實他真的拿的球 你都覺得 嘩 有些味道 有些味道 只不過可能我們看慣了這些球 即是八九十年代 巴西的時候 他覺得不入流 但是 你真的覺得他真是一個 喂 巴西球員 看得出 是的 那好吧 那就介紹了整集巴西 不知道你覺得如何 節目來到這裏 多謝你的支持 記得上來球迷直播室的Facebook群組 加入我們群組 follow我們的IG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同時間 我們的球迷直播室的Facebook專頁 都會即將開啟 記得 總之加入我們的群組 有最新消息 會跟大家公布 我想出街的時候應該開啟了 應該開啟了 我想應該開啟了 出街的時候 OK 好 多謝你支持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